好 等你来看到过了桥房价省一半 这可是台北县不少建案最爱的主打口号 但是现在状况不同咯 包括了永和新店地区临近台北市 加上这个捷运开通 升格的效益影响之下 房价跟着一路飙升 永和新店喊到了七十万 已经是台北内湖南港房价的这个水卷了 过去呢如果在永和一千万 可以买四十平这么大的房子 但是现在十七十八平就已经破千万 这是永和最新的建案 在永和最精华的区域 那主一瓶多少 现在开在一瓶六十万 哇 怎么那么贵啊 你没听错一瓶六十万买的不是台北市的房子 而是台北县永和的新城屋 台北市它那边的房价 现在就是最近都已经涨到 就是一般可能普通大众啊 对都比较已经没办法接收 是比较买不起 所以他们特地求其次就往 北县的一起站区这边 去年大概新建案的话 差不多每瓶大概四十万上下左右 那今年有些建案都已经开到差不多六十了 其实涨幅大概差不多二十五% 前云畅通过了桥就是台北市 部分建案还有河岸景观加持 外移人口不断几近永和的效应 让这里的房子从三年前一瓶不到三十万 现在飙到六十万整整涨一倍 十七瓶大小的套房 就得付出超过千万的代价才买得到 这里呢是新建设五丰重划 却因为附近生活经能良好呢 所以有新的建案已经喊到 每瓶上看七十万 一瓶七十万已经跟台北市新兴房产 金华定内湖南港区的房价水平 不相上下 新北市不仅升格在即 连房价也跟着一路升 价格喊到最高是板桥新板特区 每瓶八十万 新店永和紧追在后 再看看新物交易情况 新店永和一二月大楼住宅 二十平小房子平均成交总价 就双双突破千万 跨过桥多最战捷运 想换取平价房子梦想 恐怕很快就要破灭 中天新闻地面 北北黄冠韦 台北采访报道